那我们说什么叫演射呢 演射就是说 利用各种色线 X色线 与分子或者晶体相互出用以后 产生的反射 这些反射的 或者散射的 这线的干射 干射以后的出来的调粉 这些调粉就反映了什么呢 反映了我们这个 围观结构里面的一些性血 那么通过这样的 干射条文的 就是说这个测量跟分线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 比如说得到晶体结构性血 分子的气体结构跟表面结构 还可以什么 可以精确的知道原子的各种位置 这就是我们这一章主要讲的内容 在加X光的这个色线之前 我给大家来个小的介绍 也说这几颗的小的测诀 那么这测诀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人类史上 对光的发现 大概有什么 有四次大的发现 或者我们就要 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接触到的光 分成四大类 光源分成四大类 DNA是什么呢 就是电光源 然后我们就要 就是说灯泡之类的 通过电发出来的电光源 这是我们知道 就Edison发生电 发明电灯泡在开始的 那么这个电光源呢 它是人类什么战胜的黑暗 就是消灭了什么白天跟黑的差别 所以实际上我们晚上也可以讲白天一样的工作 过去如果没有这个白色灯的话 没有这个电光源的话 那几乎就是说晚上可以点蜡灯 点没有灯之类的吧 那个不能是什么 是我们的晚上的亮度可以到白天一样 那现在呢 我们晚上跟白天完全是一样的 特别是在深入 但是完全没有什么区别的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光源就是X光源 也就是我们这一届里面 会经常主要用到的光源 它的特点是什么 把我们人类的事业扩展到什么 看不到的 我体的内部跟围观领域 本来我们人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都是外表 外观的 宏观的 但是有了X光源以后 那么我们人们对围观的结构的了解 就是什么 就是这就可以看到 特别是现在X设计的影像就出来 那这就就是影像就出来了 所以本来人们对围观的 大部分的了解都是什么 都是推测 猜测 但是有了X光源以后 我们直接可以看到了 这是第二次的光源的 那么第三是什么呢 激光 激光光源它是什么 一个波长单一 方向准车的 相位可以相干的 这种的一个是什么光 而且它什么 它可以有什么冲 这么冲可以很短 短到什么 短到皮秒非秒界的水平 所以这个呢 对什么工业 通讯 那个信息 国防医疗 特别科研方面 其实是什么重要 对化学的说 特别激光出来以后 对化学动力学方面的研究 就是完全就完全是什么 变成个性的面包了 因为化学反应是很快的 那么你什么 很快的时间 我抓住它的瞬间 把这个信息了解下来 那么就要靠激光 那么激光呢 我们在物理化学里面 我会给大家什么 有所了解 大家在物理里面也了解 第四次的光源是什么 就是同步复射光源出现 同步复射光源 跟这个三个光源 有很大的区别是 它是一类什么光呢 是一类很重要的 但是它一类光的强度 是非常非常强的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X光 跟同步复射出来的X光 它可以差什么 一百万倍 那也就是说 我们一般X光做不了的事情 同步复射都可以做 所以同步复射出来以后 使得我们对光的利用 来了一个大的飞游 本来用这些光 原理上可以 但实际上不行的 通过同步复射都可以的 正因为这点 那么其他三个光源 我们以前都了解 所以我在这个策略里面 我把同步复射光源 也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 作为我们这门课的 开始的一个小的策略 为什么呢 因为它跟X光源 有非常密切关系 我们将来维持到 我们一般的 这个得到的X光源 能做很多试验 但是还有很多 特别是对现在生活体系 很多都没有把它到 但是同步复射 它会提供大量的 丰富的 各种频率的X光光源 而且它的强度是什么 是我们的 要是什么 10的是什么 60万倍 60万倍 所以这样的 你本来要做几天 甚至几个月的试验 在同步复射里面 可能几分钟就解决了 或者几秒钟就解决了 那么这样的 你很多过去做不了的试验 都可以做了 所以我们这里开始 讲X光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同步复射光源 本来我们有机会的话 如果下期就会 我还可以带大家 去参观一下 上海的同步复射 因为前面几个年间 我们基本上 都每次讲到这个课的时候 都会去参观一下 上海的同步复射 那么什么叫同步复射呢 我们说 同步复射就是 以接近光的速度 在运动的电子 这个电子 包括负电子 包括正电子 它在改变运动方向的时候 发射了电子波 这个电子 在先走的时候没有 它改变方向的时候 它会发现电子波 那么有这种辐射 但是有这种辐射 为什么叫同步复射呢 因为最早是在什么 同步加速器上发现的 但是加速器 为什么 我们说高能力词 是加速力词的时候 用在这加速器 那么在加速器的上面 发现了什么 同步复射 所以发现了这种光 所以把这种光称为什么 称为同步复射 Synchartial Radiation 那么目前世界上 我就是可能两年前 目前世界上 同步复射的仪器 大概有很多 那么第一代的 大概有四十七代 第二代的有二十几代 第三代的有四十几代 那么其中包括 我国台湾的 包括我们上海的 同步复射 都在属于这个 就是第三代的 那个同步复射 那里面 那么不管第一 第二第三代 都能产生什么 我刚刚讲的 就是大能量的 各种频率的 我讲的X光是其中一大部分 包括紫外可见 各种频率的 包括再讲的伽马射线等等 很大级范围里面的光源都可以产生 那么这个同物辐射为什么会有 实际上从理论上 我们说最早 我们学乎里的时候 叫马克思韦 他说在电路里面 电路里面有电子在电路里 就会发射什么 向外发射什么 辐射的电子场 就是改变方向的电流 在电路里就会 那是同物辐射的最早的 最早的原理 就是最早的什么 马克思韦提出来了 后来这个赫磁 我们先说 频率就用赫磁的表示 赫磁就证明了这种电路 确实是存在的 他在实验室做小的实验里面发现了 那么到后来 1898年 他这个人 就要安法的系统提出了 就是同物辐射的理论 就在什么情况下 会有这种辐射出来的 那么到生年以后 这个交易又认了 系统的上学了 就是说电子辐射 电厂跟磁上 在交臂情况下 它可以辐射 那么然后39年 过了这个时间过了比较长 过了三十几年 他发表了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电子 快速电子在电子场里面 辐射 这样的一个基本原理 发表这种 到45年 徐维格就提出了 就是加速电子 经典的辐射 都是什么 讲电子在快速流动的时候 会辐射什么 辐射电子场 这个电子场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一种光 也是光 我们国家呢 就是朱宏园院院士 也是比较早的 16年 就发表了论文 就论高速带电历子 在磁上中的辐射 那么原理就是这样的 这不过是 说不说不说不 生肉了 那么这是理论上的 实验上我刚刚讲的 就第一次1947年 美国通用公司 在芝加哥实验室 它在实验室 是加速率子的 是做磁力实验的 加速率子的时候 发现了 这个同步 加速率子里面 发现了这个同步辐射 它这个当时的 加速率子的能量 多少呢 是七千万电子 或者这样的 能量的加速器 那么 真正 到用使用阶段 什么 是60年代 将几百 百万的电子辐射 几百百万电子辐射 在同步加速器上面 把它改造成什么 同步辐射 这个本来是加速器 加速器专门为了什么 为了提供加速电子的 那么把它改造成什么 同步辐射 专门用了什么 用来得到这个 铺射光 铺射光的 好 那么到七十年代 利用对送深夜的 电子主任管 也来发射 同步辐射 那么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第一代的 第二代就是什么 就是所谓第一代 加速器 就是说它是利用 别的设备 来发射 同步辐射的 那么好 现在开始 就是说 造了第二代的同步辐射 那么同步辐射 这个加速器呢 这个就是什么 第二代的就是 它专门用于什么 都到这个 同步辐射光源的 专门都到光源的 这是第二代 那么到九十年代 开始第三代 第三代里面是什么 它加了很多配件 来提高什么 同步辐射的光源的能量 跟什么 光资通量 光资 就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实在现在 就同步辐射能做到什么 做到各种各样的 凡是利用光源的射验 都可以到同步辐射去做 但是它什么 因为它的空量大 能量高 所以这个射验的效率 都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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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基本发展过程 那么现在我们讲 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差别在什么呢 就是第一代是兼用的 第二代第三代是专用的 就造了以后 就是不是做一个 其他物理射验的 就是专门做什么 专门为了得到什么 得到它的 你的同步辐射的光了 那么电子能量呢 也有发展 本来这个电子呢 是到0到30GEV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 当然也有产生大的 硬X射线的 也有产生软X射线 能量低一点的 那么专用的里面 各种戒别都有 各种戒别有 各种能量 就能量又高 这个X射线有硬码 这是有 那么然后通量 也在不断提高 那么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这样的 它这个就是 光的相干性 越来越大了 因为我们做这样的时候 往往希望的光是什么 它那个 相位是一次的 那可以称是相干嘛 那么它可以保证这个 另外呢 它的磨冲可以越来越短 那么强度越来越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开发的时间 开发的时间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光源 做不做不成为什么 成为我们向围观世界 那个深入 然后一些高水平的科学森验 那个提供什么 提供我们的能源 提供我们的光源 成为这个很重要一个 所以设计上在这个 同步辐射这个仪器周围 有很多很多的仪器 都在同步辐射周围 各种各样仪器 所以很多系列 包括现在大道诺贝尔讲的 对一些经济结构 车定案等等 都是在这种仪器上面 才能做出这么高水平的工作的 那么现在这是我们 中国的那时候仪器的所在地方 北京高中所是有的 这是第一代最早的 这两个是北京高中所 那我是去北京高中做过试验的 那么然后合肥的 同步的合肥也有 然后台湾有两代 第三代的 然后上海三家 第三代 那么看来这个比较下来 张江的水平是最 我们中国里面最高的 也世界上也是比较高的 那个职业的 职业的 对吧 这个张江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张江的 以及我们去看看 那么它这个同步辐射 那么中国这个同步辐射 造的比较好 就是像一个螺丝口的一样 就是一个辐射的两次辐射 这是两个张江的辐射图 这是大概 那么我现在再来讲一下 同步辐射的仪器 怎么样能辐射这个光的 我们说 它的电子 在这里 它电工提供什么 电子 一般就是提供什么 日元 把这个电子结合出来 然后电子在这些枷锁 电子枷锁当时靠磁场 磁场 电子在磁场里面运动 靠磁场的枷锁 枷锁电子 一切切的一切枷锁 那么由于这些枷锁 它的速度有限 枷锁有限 那么你要枷锁多高 就是要多远 那么多远 那个一公里两公里 那么这个长地就占到很大面积了 很大面积了 那么后来才有办法 就是寻观的枷锁 就是搞这个圆周的枷锁 那么后来 它这些枷锁一段时间以后 就放在这里枷锁 这里枷锁就增能器 不断增加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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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起了什么 是一个除装电子最务 增到一定的能量水平的时候 它就这里有一个窗口 让它放出去 放到什么 一个大的什么 除装电子的款 放到大的款里面 正常情况下 电子就在大的款里走 大的款里是什么 每一个款里都是什么 一个一个磁场 周围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一个磁场 就是这些磁场 都在加速这个电子的 就在这个磁场 那么电子就在这里走 这里走 好 那么电子在这里的什么 经营什么 很快速度的运缩 或者微微有的加速的运动 就是不断地在这里运动的时候 它会什么 它会在切线方向什么 发射什么 发射这个光 这个光就是同步辐射光 同步辐射光 那么这个光的频率 光的什么 能量跟什么 跟你这个电力的大小 跟电子速度有关系的 电子速度变化又大 那么它什么 它发射的什么 发射的就是说 能量强度又高 或者频率又高 X色线又硬 那么如果它电子数量又多 那么它发射的光的通量又大 那么这样的 我们可以在每一个仓口 每个这地方开不同的仓口 让什么 让这个光源什么 跑出来 光源跑出来 跑出来 将来你可以发现 在每条线上都是 都是一系列什么 实验室 一条线上可以 爱搬两个三个实验室 在这里什么 接收的光 然后把这个光分光 怎么处理 后面是仪器设备 后面是检测设备 那么实际上 像这个 一来 用原则的安排 360度 没有5度 比如说 我有一个什么 一个就是说 一个 到现在实际上 还在张了 实际上 实际上 实际上还有很大的余力 可以跑出来 当然了 光用的又多 那么能量用的又多 那么这个电子怎么 电子就会省射能量 省射能量怎么办呢 就不能增加能量 增加能量 这是一种办法 那么现在呢 我上次参观 现在他们在 用计算机孔式设计 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 不断的什么 增加什么 增加电子过来 不断的什么 增加能量 当然这个就是什么 对什么 对防务什么 因为它复射很厉害 你防务很大 如果一般过去情况下 是什么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就是用了12小时 后来24小时 它能量降到70%了 那么然后呢 就大概停止实验 能离开 然后呢 就把这里的电子 一往这里放 放到这能量 提到原来的水平了 它才开始做实验 但是现在可以做到什么呢 就一边做 一边增加能量 一边做一边增加能量 那么来提高什么 提高这个水平 加水平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电子注入的 那么电子强老 那么然后这些加速 这些加速 这能量增加能量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电子输入管 就是它里面出的 这增空 那么这个引出线 引出线 那么这是光线锁 这是光线锁 好 那么关键第二地 跟第三个电子什么区别呢 第二地再来就是说 我在这个出口地方 或者我在这边上增加了什么 很多的 它叫插照键 插照键的用处是什么呢 就来增加它什么 就是它的频率 跟什么 跟增加光的通量 这就是测试键 就是本来是什么 本来是很均匀的 让它什么架锁 那么我现在在测试键的时候 在某一段 某一段的时候 是它电子什么 电子就 原着运动什么 就是这个曲线的缺略 提高缺略 那提高缺略 就是提高加速度 提高加速度就是什么 就是提高电子能量 那么这样的出来的 这个射线 它的频率就会什么 不断提高 这是一个 然后呢 它这个短的范围里面 万什么万五六个 这万七八个万 那么每一个万 有曲线都出来一个射线 这个射线 这个射线 那么这样的 在同时的短的范围里面 出来的射线 原来出来一条线 现在出来什么 八条线 十条线 那么这样的就是什么 把它的光通量什么 可以大大提高 所以这些插头键的增加 就是可以调节 提高光通量 提高什么 它的频率 所以这样的 就可以是什么 使得 它这个 就是说 也整个的光源的能量 光源的实用力度 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那么这些插头键 大部分是什么 就平移而起 都周期的扭拜起 跟波浪起 波浪起 它目的就是什么 是电子在这里什么 快速的扭拜 快速的扭拜 那离开这个插头键以后 电子又只有增长的 什么原先运动 就在短时间里面 让它要放能量的时候 让它电子快速的改变速度 那么达到这个效果 那么这就是什么 它这个标准的 前段的机构 就是它出来 一个直接往上转弯 在这个转弯的地方 它有开窗口 它光线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它有很多 那个 发很多的东西 实在是什么 对光线进行什么 进行处理 进行什么 进行那个 风光等等 最后怎么来使用 那么这是一个 比如说我们正好出来 得到一个X射线 一部分的光 那么然后呢 这部分呢 通过一个下风 通过两个下风 是什么 它的频率是什么 跟着变 比较单一了 进行风光 然后呢 再是什么 这种做的样品 通过下风做的样品 做的样品 这个就是说 一般的 每一个 仪器出来以后 光到一个什么 到一个 仪器压平之间 都会有这样的 都会有这样的工作 那么我们这一个 这课里面讲到了 很多 关于X射线 这个 一些制射 最好的办法 就是用什么 用这个光源 用这个光源 那么这样呢 你可以得到的结果呢 就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说 第一世代光源 第一世代光源 我这个策券 我就讲这一段 那么增加我们对 X光的一个了解 因为 讲到X光的时候 我也会讲 X光怎么发生 发生里面 也有一般的 我们的实验室里 用X光光管 好像这个可以发生 但是目前来看 主要的实验工作 主要好的工作 都应该在什么 在我刚刚讲 同步发射里面 来发生这个X光 下面我们又回来 在拆却确实上 我们就回来 回到我们 这一章的主题 就是 X射线的发泄 我可以说 是20世纪最伟大的 科学成绩之业 因为我们这一章 所用到的 主要是X射线 那么 我们对X射线的结论 就是这样 这个成绩之业 那么为什么 因为20世纪很多 量智力学 也是20世纪的 对吧 有很多 科学在20世纪分析 为什么说 这个是最伟大的成绩 当然是他的之一了 对吧 因为这个 从20世纪开始 开始 我们人们的眼光 就可以深入到什么 深入到围观 世界 而且在20世纪 这个一百来年里面 不 我们说一百来年 每年一次 诺贝尔沃里奖 诺贝尔沃尔奖 生物奖 大概也 就是加起来也有两三百个 诺贝尔奖 其中有三十个 有十分之业 十分之业多一点 这是围绕什么 X射线进行的 那就是X射线 在整个 一百年的科学发展 它占了一个一大块 因为它发现的成就 因为一般我们 给诺贝尔奖的时候 总是给 对于整个科学 在这个阶段 只有重大贡献的 来讲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 X射线是策定什么 晶体结构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因为在X射线发现 发展和应用中间 获得诺贝尔奖的三人之多 我们就刚刚讲的 我们来看看 最早的 第一个 X射线 那讲的就是什么 人领 人领发现了X射线 它是1985年发现的 它到1901年 拿诺贝尔奖的奖 那么我们说 诺贝尔奖是什么 1901年开始第一个 第一个诺贝尔奖是谁啊 就是人领拿的 大家知道 第一个华尔奖是谁拿的 是吧 凡后福拿的 凡后福 拿第一个华尔奖 1901年 那么第一个物理奖 给什么 就是给X射线发现的 能力的 它发现X射线才五年 有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工作生产 当时还没发现 但人们已经预测到 X射线对什么 对我们科学的 伟大的贡献 然后 接下来 罗尔在1914年 拿了物理奖 那么为什么罗尔奖拿了物理奖呢 他提出来 罗尔方程 就是说用X射线 怎么来测量我们晶体的机构 提出了一个数学上的方程 有了这个方程以后 可以从X射线的波长 跟它干涉的情况 就马上可以得到晶体的机构 在晶体里面原子原子距离等等 所以他得到了14年的物理奖 接下来是什么呢 接下来是布拉格的父子 在1915年 接下来得到物理奖 那么 实际上 罗尔提出来的方程 可以解决问题 布拉格的父子 实际上也是提出来的方程 但是为什么布拉格的父子 在一年以后 又哪讲的呢 将来我们能不能看 布拉格的方程 比罗尔方程更实用 更有效 而且更实用 更能建立的结合 同时 就是说 这个父子的两个人到处听下去 儿子二十几岁 这个理论水平很高 儿子提出了公设 那父亲呢 实验室实验很强 父亲按照儿子提出公设 他设计了实验 又做出来实验 完成什么 完成了这样一个工作 这样就是实验跟理论什么 两个结合起来 又是父亲跟儿子 又是拿一个奖 大概到目前为止 父子同时拿奖的有 但是父子同时拿一个奖 而且理论跟实验合作 大概就是他们实验了 是吧 就是这样呢 他们在1915年又提出了什么 又得到了这个奖 后来这两个人 佩洛斯跟什么 肯特洛斯通过X射线 测定什么 已经向宋物开始进军了 测定熊蛋白和球蛋白结构 1962年 得到那边化奖了 那么后来频率就更高了 他们三个 他们三个 Horgin's Watson跟Click 就用什么 用X射线测定什么呢 测定了退阳和糖核酸的结构 拿了1962年的 医学跟生活奖 又生奖 那么后来 一个霍德金夫人 他一个人 用X射线测定什么呢 测定青霉素 到青霉素是很重要的 到现在几十年 这个药还起来很大作用的 轻霉素的结构 到64年了 测定下 你看 六几年连续几个 连续几个 他们两个就是 哈瑟和巴等 就是说 用X射线 电子颜色 和电子颜色 测定了什么 分子的立体机构 在1962年的 南大陆浩尔想 那么这时候开始 我们就 立体化学 这个就出来了 不特征机构就出来了 后面两个 他们两个就 就是说 发展了什么 发展这些测量法 1962年的 大家都被我讲 就是说 这个 这些测量法 就是说 直接用 多精的X射线 来定结构 我们叫这些法 我们以后讲 我们一般过去 都用单精来定结构 他后来 可以用多精这些定结构 这些法 来得到了 南大报告的问一下 所以你看 那么多的科学家 就围绕X射线做工作 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所以X射线发现 对人类的贡献 确实是很大的 确实是很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呢 我们从头开始 来讲X射线 怎么发现的 怎么跟物体项目 作用的 怎么来扯经济结构的 这就是我们这张的 一个主要的核心理由 那么这个事情 就发生在1895年 London 他在做什么 做一个 阴地射线 这个射线中 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 能透过 很强透出来的 X射线 那么他做的 第一个射线是什么 就把X射线 去做他夫人的手 这就是他夫人的手 你看 造出来以后 你看 他这个什么 他果头 是吧 跟什么 跟血液 他做得很清楚 但是肌肉怎么都透色掉了 那么戴了 射线戴了戒指 你看还在 戴了戒指在 那么也就是这年 他年底 在这个卧力年会上 把这张照片 牵出来 是人们很惊讶 就是说 这么强的投资的 而且可以看到 很美观的 这个东西 美观东西 所以这样的 在这个基础上 那么后来 人们又做了什么 做了造一个 就是什么 造这个人的 投入的 那个照片 所以 实际上 你看 这个出来以后 马上有一个客家 去造投入 马上可以看到 里面头盖锅 里面神经 里面血管 这些结构了 所以人们感到就是说 首先 从医学上 感到这个肯定是 对于很重要的发现 很重要的发现 那么 这是他偶然 从阴际射线的 实验里面 偶然发现 那么将来 我们要做实验 那么我们要 最有机理 他到底 为什么会产生 这个射线 为什么在阴际射线里面 会产生 X射线 那么我们 讲第一件 X射线的产生 性质更大特点 特点 好 我们第一个 讲X射线的产生 X射线是怎么产生的 它的阴际射线 是什么道理呢 就是这样 我们在 通过一个电流 稳定电流 在一个什么 热的阴际 那么热的阴际 我们说 比方无视 灯泡 就是热的阴际 为什么叫阴际呢 就是说 它自己的循环 但是把这个灯泡 又在大的循环里面 大的高压循环里面 把它什么 把它作为阴际 那么这样的就是 这个小循环里面 把这烏式加热了 灯泡加热 灯式加热了 然后大循环里面 加了什么 加了一个大的电压 那么 加热的 这个金锁 它这个电子 是很容易什么 离开表面的 那么一旦 电子离开表面 它有个电厂 这个电厂 这里正的 这里负的 那么电子就往正去跑 往正去跑 往氧气跑 那么电子快速的跑动 我如果这里 是放那个真空系统 它电子不会在什么 跑的过程中间 跟什么 跟其他分子 碰撞的话 那么它会 这分什么 这分什么 这金锁的氧气 这分这种氧气 好 那么这个电子 快速的电子 打在金锁氧气上面 打在金锁氧气上面 就产生了什么 产生了这种射线 这种射线就是X射线 那么通过一个铝光片 可以铝掉其他的射光 我可以得到 我所需要频率的X射线 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真空度 大概要多少 大概是 -9 四万大气 这个-四万八 那么电焰的 大概要多少 要多 大概1000 一千万 不 1000万弗 我多少 这个 374 374 大概电压 那么 374是百万弗 374是千万弗的电压 那么电力大概要多 一定大的电力 32 毫安的电力 在这种情况下 就这里 这个情况下 那么它会产生的X射线 那么 出了X射线有两类 一类是连续的 一类是测证的 连续突然 那么它这个 在X射线的范围呢 波长大概在多少范围呢 因为它连续的波长在一度 十个四次方的什么 匹米 匹米 相当于什么 大概 我们说 十个纳米 十个纳米 一个匹米 多十个纳米 这个范围里面 它能量大概多少呢 能量在这个 应该是 一百二十四万 一百二十四万 那个电磁伏的 多什么 多一百二十四个电磁伏的 大概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 那么可以得到 得到我们X光 那么我们这样呢 由于这是整个X光了 我们讲了 如果用于我们车辆一般结构 特别是车辆静体结构的话 大概范围在这里 就五十到二百五十的一个匹米 那么就是原子就原子 具体这样的 那么能量大概就这样 在一千电磁伏的 就是这里什么 这是两万电磁伏的到一万电磁伏的 两万电磁伏到一万电磁伏的 这样 一到两万电磁伏的这个水平 好 那么这样的大概一般的 刚开始有四亿组 一般的精组挂的管制 外面是精组包起来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电磁锁进去 打在这个精组上 那精组 我们叫target 就是精组靶子上面 就产生什么 产生这个 这个是用鼻 作为窗口 出来的这些X射线 那么这里要用水冷却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大量的什么电磁 在很短时间里面 打在这个精组上面 这个精组温度什么 就是升高 温度也升高 它产生的效果就差了 产生效果就差 而且往往精组 精组会融化 一融化就不行了 那么所以要用什么 要用很强的水的冷却 也有的实验 就是用什么 用转的靶子 就是靶子也在转 那么你打到这里 这里发热量就转掉了 然后打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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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等到一圈转回去 它后面就冷却掉了 等到一圈转回去 它温度又低下来了 通过转的靶子 也可以来达到什么 达到这个冷却的一个目的 那么它出来有两种 X射线 一种是连续的 一种是特征的 那么我们看看 它们产生基地什么 那么这是一个铜巴 比如说我们静的铜 铜巴产生了X射线 那么这部分是连续的 这部分就是特征的 那么连续是什么产生的呢 连续的就是说 你想一个高速的电子 带来很大能量 到了静索以后 收到静索其他电子 原则和什么 阻挠 那么它就减速运动 那么减速运动 它有什么 释放能量 释放能量 出来的能量就是X光光子 这个减速的过程中间 这个速度是什么 是不确定的 有的减的多点 有的减的少点 减的最多的 就把自己所有的能量 都省畅掉了 所以它是一个白光 我们叫白光就是连续光 各种能量都可以的 那么它的最大的能量 或者我们最小的波长 最大能量最小波长 最大能量最小波长 大概是这样的 可以的计算的 这是白色的直线 这是我们说特征的线 那么然后呢 我们算算这个能量 这个能量是什么 就是说它的电子的动能 等于什么 两分之一 V平方 也就等于电磁伏的 就是它电厂加的电压 多少大 这是电子能量 然后这个电子能量 变成什么 全部变成什么 变成X光能量 那么是最大 最大能量 也就是最小波长 最大波长的能量 那最大波长就等于 HC除什么 除这个E 等于HC除这个电磁伏的 那么得到了这个关系 就是有多大电磁伏的 就可以得到多少什么波长 这是最大的波长 那么大部分是比较小的 不比较小的 这是第一个 就是通过电子在晶硕 里面受阻以后 它受发能量 这是一个 那么它正线是怎么样的 它正线是这两条 那么它正线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来看看 产生特征线 特征线是什么 就是说我这个电子 那么打到具体的原子了 打到具体的原子的时候 我把原子里面的 最内容的电子 打出来了 因为我的能量很大嘛 我把最内容的电子来 进去一个电子 打掉一个电子 然后出来了两个电子 那么这个原子里面 不是留下空位吗 电子没有空位 这个电子空位流出来 那么上面的电子 P能界的 上面的两P的 跟三P的能界 这个能界电子 我挑下来吧 挑下来 挑下来因为释放能量 这个释放能量怎么 它的能量是什么 跟什么 跟两个能界之间的能量差一关 跟其他没关系的 所以这样释放出来的能量 产生的光是什么 是特征的 所以这样的 它的特征能量就等于什么 等于两个能界差能量 比如说我们同 它可以什么 从这个P 那么我们刚刚学过原子光谱像吧 那么对P轨道来说 它这个原子状态是什么 它有两个状态 一个是什么 P2 两分之夜 一个是P2 两分之三 两个光谱之下 那么这里面实际上等于电子有两个能界 两个能界跳到下面来 就可以放出什么 两种不同的什么 能量的什么X光 两种不同频率 这两个频率差得很少 我们就同着什么 Xα1α2 就是说从L跳到什么K的 我们叫α 这个上面跳到的我们叫β 那么这是α1α2 那么这两个频率你看 波长下差一点点 154.056 154.43 那么这个波长短一点 能量高一点 这个波长长一点 能量小一点 那些 所以一般 如果分辨率不高的话 我们就去平均证 那么然后什么 然后就说Kβ 上面 第三个跳下来 那么它跳下能量就更大了 所以它的波长就更短 波长更短 这就是Kβ 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看 它到了什么 它到了Kα Kβ 这样的特征线 所以特征线什么 是跟八字的原子的种类有关系的 有种类有关系的 如果铜 是这两条特征线 如果其他 木 然后乌 就几他 就特征线了 那么我们刚才看看 刚才这图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特征线 这就是Kα Kβ 如果我们分辨了高达之后 Kα可能有两条线 那么一般情况下 如果我希望要Kα 不要Kβ怎么办呢 我可以用个铝色片 把它铝 这个铝色片是吸收 缺线是这样的 正方把β线吸收掉了 那么就会得到α 那么这个铝色片 一般铝色往往就溶液 就被它原子叙述小一的 那么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把它原子叙述小一的 我们可以发现 它只吸收嘛 它吸收这个能量 那么它吸收这个能量以后 吸收到某一个能量的时候 它什么 它有限了 那么这个有限是什么 就是说 它的K电子被打出来了 它吸收的能量 那么往往原子叙述小一的 K电子 它什么 它的这个能量要比什么 比它什么 所谓低一点 低一点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 它往往就是 这里 差一点 就是把这里身高吸收掉 吸收掉 差一点点 把这个吸收掉 那么留下呢 就被它了 那边被它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它这个两个吸收 风之间差一点点 它这个吸收收掉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 X射线是怎么产生的 这是我们讲的什么 讲的是一种产生方法 是什么 就是热电子打到什么 金上面 产生什么 产生那个 就是说 那个 特征的 跟什么 跟就是说 那个 白色的X射线 那么 这里的特征线 它 完全跟金说什么 金说的 那个什么 那个就是种类有关系的 这跟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刚才讲的 同步辐射 同步辐射 实际上也可以产生X射线 但同步辐射 产生X射线 这个原理跟它不一样了 所以 同步辐射产生X射线 它什么 很大的屏幕范围里面对于 如果你要某一个特征线的话 那你必须 把它什么 过滤 铝掉 然后什么 到某一个特征线 但是没关系 因为同步辐射 它出来的能量很大 所以就是 我铝掉 铝出来 一个很窄 屏幕范围里面的X射线 它也是能量 比我这个特征线还高 那么我现在讲的原理是什么 就是冷颈 当然是用什么 热 辐射 就是得到的X射线的原理去吃了 而在同步辐射出来之前 大量的实验 用X射线做实验 那么X射线来源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用什么 用电子 快速电子打着什么 打在金属把上 得到的什么 得到的X射线 好 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就是X射线 如何跟物质相互作用 如何跟物质相互作用 那么我们说 X射线 它什么 它不是波长短 穿透能力强 所以对它的说 它跟物质的作用的时候 它主要是特色 吸收跟反射 三个部分 这个我们分析里说 特色 波长越短 特色越强 那么吸收呢 按照比尔·朗普定力的 反射是少量的一部分 反射 这是比尔·朗普定力 我们就不讲了 这是我们分析里面会看到的 然后呢 就把子材料 跟特色波长 这个关系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可以讲了 这就是靶子 不同靶子它可以得到不同的Kα 不同靶子我们得到不同的Kα 然后呢它有不同的铝色片 那么这个铝色它的零件不算是这样的 你看这是24 它铝色是23 这是天色26 它的不算是25 这是2827 基本上差1 最多这里可能差2 都可以什么 把它捋掉了 所以选任 就是说第一 原子叙述第一 一两的原子 可以把它白色的 跟β的线都可以捋掉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 那么然后呢 这个X射线它有相互使用 我们刚刚讲的有几个 反射啊 透射啊 跟吸收 那么我们重点来讲吸收 反射特殊对我们说都不取作用的 重点吸收 吸收里面它会产生几种效应 一个就是φs 产生效应 那么我们叫光电效应 也就是什么 光是打进去 把电子打出来 那么产生光电效应 那么然后呢 它可以什么 高的 是能界的电子跳下来 产生什么X光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X射光了 这就是第二阶子了 就是说我X光打进去 再把里面那阵电子打掉 然后再产生X光 这就是X射光 我们原来的X光产生是什么 是电子打进去 电子打进去 这是一个 然后呢 还有闪射效应 闪射效应里面包括两个 一个就是不相干的闪射 一个相干的闪射 不相干的闪射就是从 碰到一个原理来讲是什么 就是有能量交换 有能量交换 就是光子跟里面的电子 有能量交换 现在我们进去X光光 有交换 交换以后什么 就是电子变成反充电子的 它到达能量 跟相应的动量 它是反充的方向相反了 那么我们呢 这个闪射出来的X光的波长了 波长跟方向也改变了 就产生什么 不同波长跟方向的 自身X射线 这就是不相干的闪射 那么不相干的闪射 对我们将来讨论的 测量的一个经济结构的 也用处不大 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是什么 就是相干产生 相干产生 就没有能量交换 但是有位相 这样呢 因为没能量交换 所以它位相波长不改变 但是它改变了方向 改变方向 那么这部分产生X射线 将来很有用处 它通过它的 对它的风险可以了解什么 它的内部的微观机构 所以我们写 本章最后的内容就是什么 一个相干的产生 跟什么 跟X射线产生 这两个光 我们将来是 接下来是马上要用的 那么X射线产生 我刚才讲了 我再来一个图 给大家显示一下 就是说 过去我们今天是电子吧 X光怎么产生 进来电子 把电子打出去 然后什么 然后上面跳下来 产生X光 现在X射线怎么产生 进来是X射线 X光 然后也是把电子打出去 然后出去的这个X光 我们就要X射线了 这个道理 射线跟X光 这叫原理是一样的 这不过 原来的来源是电子 产生X光 现在进来的X光 产生了X射线 射线 射线X射线 它的能量是什么 就是两个差 就两个能界差 所以也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就是说 围观结构 但是要知道 这个X 自身的X射线 它的能量肯定要比什么 比入射的X光 能量要小 因为什么 它把它打出去以后 必须打出去是K能界 这两个能界差 当然比K能界要小了 因为K能界相当于什么 K能界跟零能界的差 跟零能界的差 所以我们就是 这是我们讲的 永光产生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 X射线的 自身X射线的产生 我们刚刚讲的 自身X 像干的X射线 那么我们可以说 对于原子来说 有原子和有电子 然后我X射线 X光是进去了 那么我进去X射线 可能是球星的 不是这样 但是通到这个原子过程中间 就相当于一个平面波过去了 平面波 它一个频率 一个波长进去了 那么这个平面波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电子长 那么再相当于电子长 那么原子和电子都带电的 一纸 带电的一纸 在两个电子长里面 为什么 会受惑什么 震动 它震动的频率就是什么 就是原来电子长的震动频率 所以它达到的频率 跟什么 跟这个进去了 平面波的X射线的频率是一样的 但是震动什么 原子和震动很大 是原子几千倍 所以它的震动很小 它的电子震动很大 所以震动又大 它产生什么 产生的电子频率又大 因为同样是带电的一纸 在这里产生很大的震动 它就产生了什么 产生了赤身的电子长 这个赤身电子长 频率什么 跟进来的平面波的频率是一样的 微向也是一样的 因为它是受它的背发震动的 微向也是一样的 差别在什么 这频率不是一个方向 它是什么 它是整个球面方向 所有的方向都有 所以我们讲 相干的自然一个射线 它是一个球面的 从原子出发是球面的 到处都有的 但是它的频率跟什么 跟它的微向 跟我们进来是一样的 从理智碰撞的角度来说 它就等于什么 弹性碰撞 没有能量交换 从电子产生的理论来说 它是什么 就产生了赤身的X波 就相干自然X射线 它的波长跟做到全面 但是它是球面波 那么这样 不同电子 那么这里面电子很多 不同电子为中心 相干的X射线 将来会产生干涉了 因为这里有电子 这里有电子 这里有电子 那么大家出来赤身的X射线波 那么我说就会干涉了 这个干涉就是我们要研究的 主要什么 主要的对象 由于这个东西的研究 后来发现了什么 发展了 就集合界性学 那么X射线光谱学 X射线眼色学 等等一系列 围绕X射线跟什么 跟物质结构的一些什么 一些科学 这就是这个X射线 对于人类的很大的贡献 我们第二届 就是关于X射线产生 他的信者 跟物质相互主要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D 谢谢大家